近來美帝頭目,刻意向我國顯示一番親善姿態,以捕獲人心,演示他們實際推行兩個中國政策的反法本質。 危險的是,中央武器領導人,兩隻手腳兒造成同步,對所謂中美友誼產生新的幻想。 如不久前,美帝頭目,同於我國向美國出口紡織品,每年增加3.5%以示親善。 美國人剛剛做了這種讓步,某些從美的人立即開始議言什麼,中美貿易具有光輝前景。 然而,這種幻想可以接觸現職,便化為派遞。 美國資本家和專頁中國國進行做商品,讓收益者撈起更多點力量。 誰當知道,自1972年到1982年,我國通國的貿易密差達110億美元。 而美國方面,斷然拒絕採取任何辦法,消除中美貿易中每年出現的這種預額逆差。 在路,當美國總統李珍批准向我國出口用兩件,可若,今天能兩種黨助長進術者配後, 某些領導同時,其認為,往後可以從美國那裡寫到我們所使用。 和美國總統連動化了除相同時, 而那他們為製作複採取的體驗。 是否你還幫助他提供水分, 你只是為他想多點力量。 你要再把這個人建立。 我幫助他提供水分。 還有, 李珍給了什麼要次, 他表示願意繼續發展中美關係,我們表示歡迎。 更有甚者,竟然對李根的西偉實探,下幾任說, 中美關係經過幾個,走了一段下坑路,最近兩國關係有了一些好轉,看來還是有希望的。 這種想法是毫無根據的,也是非常容易的。 請問,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,我們還是由中的,希望發展中美關係呢? 要知道,正是李根公開宣稱與台灣關係法,是指導中美關係的一本文件。 這實際上是李勾銷了過去中美之間所簽定的協議。 也正是李根當局,繼續向台灣增加出售武器,干涉我國內政府,進行種種緩和活力。 這一方面做出售武器與蔡英恩 industrie折 800-ryfraw почin吧。 現在觀看他們的賓工, Roz息快速做的救 much more! 美貓時更花,美貓。 但是 creo,不用讓所有相gu Friday Jake ønsией, 也是四個美會。 una especie的雙湖襯滴機器一般, 你難以讓領事物有 Software 拜登以盟。 現在拿到盟乾坊, 你好, 您覺得壹個武裝的運輪? 龍神王, 不愧說的好, 明天祈國安限成長, 偉裝的軍人是最可怕的。 我們全不能采取美麗的西偉導夢獻。 中央某些领导人在内政问题上还挺小的能听取其他层次意见,从而在许多方面及时纠正了错误,没有造成研究。 在外政策上仍然存在那种把领导人的意见参作追高手势的错误作法,而这些领导同事尽管知道自己错了,但为了维护面子,继续我行我素。 更是因此,我国这几年在外交上犯了很多错误,尤其在东美关系问题上。 陈云同志在《要讲真理,不要讲面子》的文章中写道,个人的作用是有的,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高了。 对于犯错误的看法,我党除了立场不正以外,是因为对客观事物看错了,所以行动也错了。 有错误当然不好,但只要态度正确,人家讲了修正一番,以后可以少犯错误。 我们要讲真理,不要讲面子。有时候,你越是要面子,将来就越要修理。 陈云同志这段话,虽然是三十多年挺讲的,但现在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 我们在中美关系问题上,犯了那么多的错误,吃了那么多的亏。 就是因为中央各地领导人,没有兼许多数同志提出的,必须跟美帝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剩下意见。 而意坚持,被实践正明是错误的,那种无原则的天美路线。 美帝国主义当局,就是利用我党,我们其领导人的让步妥协立场, 依得违反中美协议和联合冰暴,粗暴干涉我国内政。 中美817联合冰暴干涉我国内政,美帝头目里根就全部在五年之内将向台湾出售总额为53亿美元的军火销售计划。 这是美国政府从台湾当局最大的军火销售之一。 到本月底,里根向台湾出售总领导人,将打华议。 更为严重的是,里根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台湾的政治经济联系。 从台湾当局进行平凡的官方截图,公开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反华政策。 据悉,美帝为了长期霸占台湾,正在计划进入美日南朝鲜台湾金氏政治联盟。 第二件,在这种情况下,如继续执行原来的先美联美政策, 继续执行原来的先美政策, 它只能进一步损害国家民族利益。 由此,赵紫阳总理今天三月, 将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抢得好。 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独立主权, 民土完整,奋斗了一二百年, 做出了巨大牺牲。 中国却不能为了发展从日常外国的关系, 而牺牲维护民族军言和独立主权原则。 以上是八一变台的广播。 直到订阅。 继续执行原来的广播信息。 继续执行原来的广播训统。 继续执行原来的广播。